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年必须买一个硬性的政府要求的一个保险 说一旦要是得大病什么的话呢 可以保险是百分之百报销 来的第一年必须买保险 住院全部报销 第二年就随意了 看你个人情况 存在马来的30万马币 每年利息2.9 先得到10年居住权 到期可续签 第二年就可以取出来一半 用于在当地的教育 租房买房等 如果不想住了 就可以全部取出 放弃这个居住权 重要的是这里没有移民间 只要钱存在这里 就可以随意出入该国 即使不住 也可以保留居住权 近两年很多开发商 一直打着买房 获得马来居住权的旗号 殊不知 其实在马来通过存款的方式 也是可以获得居住权的 根本不用买房 可能有人会说 那么100万存款证明 和收入证明有点困难 可以私信我详细解答方法 30万马币 是一家三口的居住权 带上父母 可以再交上6000人民币 父母获得半年居住权 如果要给父母 办理长期的居住权 超过50岁的人 一对夫妻 15万马币存款就可以了 有人可能还会问 为啥要办理海外居住权 大多数人为了教育 环境 养老 我的答案是 人生短暂 带上家人 看看外面的世界 让生活多点新的元素吧 感谢收看蝴蝶视频 记得关注 下期见